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夏天的情況下 用一個玻璃杯舞動的 去種植蝴蝶蘭的分享 現在這枝花是帶著花的 剛剛大家都看到了 眼前看到一個普通的玻璃杯 這枝花大概已經種了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多 它逐漸都習慣了 霧洞的玻璃杯種植 還有我的植蝶蘭是用了火山石的 今天有什麼介紹這麼特別呢 因為這陣子的天氣都很熱 除了水培之外 其他的植蝶之外 一般傳統的種植方法 我今天就嘗試一下 其實不是今天 我施用了這個方法 是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多些 已經種了在杯子中 通常那個氣溫都是30度左右 是室溫 平時就開著風扇 那特別是什麼呢 介紹什麼呢 就是我今天就運用了三支的飲管 做一個比較呼吸的導管 那我就嘗試想一下 其實做法就很簡單 都是一般的飲管 我們平時用的飲管 以你的杯子的高度 來去裁剪長度 那大家可以看到 鏡頭前面 這個飲管呢 是可以碰到下個底 接近個底的 那離高一點 那那條管呢 裡面一定不可以有床沙石的 那來杯面呢 就高回大約一個cm 那就可以了 大家有沒有 應該看得很清楚了 對不對 那這個飲管裡面呢 是沒有沙石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裡面呢 種了兩個星期 那用火山石 那我 那些筋呢 依然都是沒有爛筋的 那葉方面呢 反應也是 不算我幾理想 那我就 前載後 我就放了三支的飲管 在植廟裡面 那我都是靠近 杯邊的 那讓它可以在 裡面的空氣 那 或者是 的溫度 可以透過這支管 排出來 或者是上面的空氣 是可以輸送回去 這樣的 那 都種了兩至三個星期 剛才你說了 那花來講呢 它依然都是可以 還有兩種的 那因為都種了一段時間 那它落回來很正常的 那但是 不至於就是說 它的反應是 來得很急速啦 就是說 如果一落了它的玻璃杯 而溫度那麼高 會不會滿熱 那 那 暫時就 覺得它沒有這樣的情況 出現 那但是 給水的情況 大家要注意啦 因為 基於就是 現在天氣熱啦 還有我用了的 沒有凍的杯 那我每一次 因為這個杯是透明的 那我們就會看到 這個植料是 完全完全乾透 才好給水 給水呢 然後 就這樣 淋下去 那些石頭就可以了 但是當然就 不要給那麼多 因為你現在看到裡面的水分 那你就不要給那麼多 適量 你看到杯底 有少許水分 石有少許吸到水 那就可以了 那這個方法很簡單呢 那 暫時都還可以 接受的 因為現在看了 兩個星期 都沒有說 不行的 的作用 那當然 如果一不行 或者一失敗的話 其實一看這筋 就知道它 有沒有出問題的了 所以我今天呢 就想 看這條片 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有時候 有些朋友 用沒有凍的玻璃杯 來種 也都放植料的 那 因為有些朋友 喜歡用植料 就不喜歡用水種 那方面的 因為有植料 就可以 枝花就會站得挺一點 那 就擔心它 會爛根 那我就想一下 嘗試用 放幾支的飲管 下去 看看可不可以 空氣 或者氧氣 或者是裡面的 溫度 可以 減半 這樣 看看可不可以 幫助到 那些氣根 不會令到它爛根 那方面 暫時都是理想的 那 遲些看看有沒有進展 或者是出了問題 或者是 延續下去 這支花 都是沒有問題的 再跟大家 分享 OK 那我其實今天的分享 就是想 說這個問題 而已 那希望大家 如果有興趣的 都可以去試一下 OK 因為材料都很簡單 OK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是這樣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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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